40秒左右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就说明这两支队的话 在刚才的这个名次赛当中呢 他们是7 8的这样一个排序 200米的指导赛的决赛 这职业组的比赛 我们来看 福州普夏队和长沙福龙龙州 长沙千龙湖 乐从罗浮宫 以及明门世家九江和江门击达储聚 又有两支来自长沙的 也就是流人河段的 这个两支队杀入到了决赛 没错 主要的竞争呢 还是在乐从和明门世家九江之间 看一下4到5道之间的争夺 5道 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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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道 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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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点气势 四道的盛德罗浮宫那位 陈江手在发令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启航是非常的有序 整齐 但是没有他的个性 就像我们看到一只龙 他将腾飞的时候 身体的内部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躁动 那么他不仅要吼一声 还得要把手脚动一动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的龙的脚 就像他的手一样 手脚一样 我们看到脚手 比赛开始 启航南海明门 明门诗家九江 启航压枪压得很好 但是从启航之后 启动的前十将来看 还是顺德乐从 罗浮宫这边的 整个奖下频率更快 但是从刚才一百米的 这个比赛来看 九江明门诗家九江 他的后程上的还是很好 但今天呢 乐从罗浮宫的后半程 明显还是希望能够压制住对手 而且在前一百米啊 乐从罗浮宫已经建立起来了将近四个降位的优势 他现在还是他一张优势 不错 这样呢 乐从罗浮宫是拿到了一百和二百两个项目的冠军 但是在上一战啊 三月份在海南万宁组织的比赛的话呢 二百米和五百米都是明门诗家九江获得 当时也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么这一战的话呢 我们看到还是乐从罗浮宫吧 又搬回了这一局 家门里乐二道南餐小老母三六道 顺着正宽折到九年龙组三道 南海单道四道 合剑常乐一道 且马上登针 马上登针 正宽折到针 马上登针 正宽马上登针 OK 鼓手是周桂超啊 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那个选手啊 整个表现的相当出色 蔡文轩和那个陈景彤的领奖也是很漂亮